即将枪决的夫妻俩相拥在一起 怎知下令的德军突然倒闭 紧接着第二枪 第三枪 一枪解决一个 最后一个新兵躲到车底 他作死地挑起二级头疯狂试探 正得以自己聪明才智时 一发子弹射穿轮胎将他击毙 随即狙击手现身 他头缠血色绷带 神情高冷 狠辣中透露着嚣张 他一言不乏 默默地搜刮着德军的弹药和食物 然后又消失在冰冷的雪地 夫妻二人目视着狙击手的背影 其实他就是战场上四处猎杀德军 让德军闻风丧胆的红色幽灵 没过多久党卫军部队来到这里 他们发现了被拒杀的德军士兵 由于一个月内 已经有106名德军死在红色幽灵的枪下 上校直接把抓捕红色幽灵的任务 交给了伊朗上尉 而另一边 一支苏军游击队穿梭在雪地里 寻找着大部队 林子里到处都是被冻死的战士 士兵们又冷又饿 而且队伍里还有一名怀孕的女军医 胡子见状决定带大家去朋友的农场稍作修整 他们小心翼翼地潜入农场 这里空无一人 他们走进屋子 刀疤惊喜地发现桌子摆满了食物 他迫不及待地倒上伏特夹 准备畅饮一杯 但同伴却拦了下来 两人为此打成一团 看不下去的胡子拉开两人 他表示自己朋友家没有伏特夹 这些带毒的食物应该是德军部下的陷阱 果不其然 胡子在仓库发现了被毒死的苏军战士 众人看着满桌的食物不再敢吃 中卫让怀孕的内拉和刀疤留在屋里休息 自己带队出去继续寻找大部队和布局 怎知他们刚走没一回 一群德军就来到农场 而领头的正是伊朗上尉 他们开始四处搜寻红色幽灵的痕迹 还在村口设置了警戒 里面的人出不去 外面的人进不来 随后德军来到屋内检查 看到桌上的食物都没有动 他们推测苏军游击队还没来 而刀疤已经从后门溜走 向小队通报德军袭来的消息 此时农场里悠哉的德军正在找乐子 他们抱着脚获来的猪仔细笑合影 拍完照还拉着猪仔跳舞 这时突然一声枪响 伊朗射杀了他们的宠物 很快猪仔变成了烤乳猪 而这边的游击小队也悄然返回农场 埋伏在不远处 别忘了还有一个怀孕的军医那拉 此时他正躲在屋内的箱子里 大气不敢出 伊朗射位正和副官聊着红色幽灵 他一屁股坐在箱子上 那拉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由于受到惊吓 他发现自己的羊水已经破了 接着不小心弄出了声响 这一下引起一个德国士兵的注意 躲在箱子里的孕妇快要生亡 察觉一样的德军一把打开箱子 他用祈求的眼神看着年轻士兵 两人四目相对没发出声音 随后士兵装作没看见的缓缓盖上箱子 但鸡贼的伊朗射位看出不对劲 等他打开箱子时 露出了猥琐的笑容 随即尚未伸手邀请女人出来 由于女人奈拉的羊水破了 他没有办法正常坐下 只能用手臂苦苦支撑 面对德军冷漠的逼问 奈拉正定地表示自己住在这里 因为害怕便躲进了箱子 新兵一边翻译一边安抚奈拉 但狡猾的副官看着墙上的合影 表示照片里没有他 随后又翻找出奈拉的军服和证件 上面写着苏联游击队卫生员 这下彻底暴露 伊朗尚未命令副官解决掉他 随后奈拉光着脚被带到雪地上 胆小的副官让新兵动手 但入伍不久的新兵还没杀过 他拿着枪犹豫地看着奈拉 此时苏军游击队已经悄悄来到农场 当看到这一怒时 队长准备下令冲锋 这时一声枪响新兵阴声倒下 红色幽灵再次出现 随即扔出一颗手雷 炸掉德军的掩护 奈拉趁机躲进柴朵 外面的苏军游击队顺势发起进攻 同时红色幽灵也展开击杀 躲在雪堆里拿下双杀 然后用敌人的身体做掩护 击毙窗口德军完成三杀 紧接着一个侧划四杀 此时游击队遭到德军的机枪扫射 红色幽灵果断从后方绕过 直接拿下五杀 红色幽灵越战越勇 紧接着他冲入桑拿房 怎知被副官浇了一头开水 随后他撒腿就往外跑 德军副官位躲避子弹 一个猎切撞在树桩上 磕掉满口牙后倒地开始装死 此时装死的装死 光膀子的光膀子 隐蔽的隐蔽 德军士兵都不敢轻举妄动 农场瞬间安静了下来 光屁股的德军上位伊朗 被动地夹紧双腿 他实在耗不下去 于是让士兵把枪扔进来 怎知士兵大吼一声 全扔在了骨仓外面 伊朗只能用镰刀勾到步枪 红色幽灵剑撞 直接一枪打断镰刀 伊朗气急败坏 捡起步枪准备反击 怎知躲在木屋里的士兵 被摸上来的苏军 游击队员打成筛子 最后一个士兵甩出手榴弹 准备上车逃跑 紧接着就被一枪击毙 士兵接二连三倒下 伊朗剑大势已去 只得在仓库里翻出一件女人的衣服 穿上后撒腿就要跑 德军准备枪决怀孕九个月的孕妇 随着一声枪响士兵阴声倒下 红色幽灵再度出现 德军小队全军覆没 只剩下争桑拿的上尉伊朗 他见局势不妙 拿起身旁的碎花裙就要开溜 随后上尉奔跑在苍茫的雪地 连滚带爬地找到了大部队 受到骑齿大辱的上尉决定再次发起进攻 而这边苏军游击小队端着枪来到捕仓 发现德军已经逃之夭夭 桑拿房传出动静 队员扣开门一看 红色幽灵被锁在里面 经过一番苦战 孕妇内拉获救 苏军看着德军带来的食物 他们狼吞虎咽地吃着 此时那个磕掉牙的副官还趴在地上装死 刀疤路过时差点被绊倒 他回头就是一脚 副官已经忍者剧痛继续装死 没过多久 装死的副官快要被冻成冰棍 等到四下无人时 他站起身把腿就跑 此时房间里的苏军游击队乱成一锅粥 那拉一声惨叫快要生了 一屋子男人 也只有经验老道的胡子能稳住 在胡子的努力下 以及内拉的尖叫声中 孩子顺利出声 就在大家松了一口气时 伊朗上尉带着大批德军悄悄包围农场 上校命令迈击炮发动袭击 此时苏军游击队根本无力还击 几件木屋很快就要一位平地 就在这时 提前隐蔽起来的红色幽灵出手 上校不断命令着开炮 不知怎么的突然身后扔来一颗手榴弹 爆炸响起伊朗上尉回头一看 上校已经被炸没了 他只能孤注一掷 带领所有德军发起最后冲锋 上校也在最后时刻 见到了传说中的红色幽灵 德军将包围圈不断缩小 苏军游击队在各自的掩体中顽强抵抗 这时一名德军士兵摸到窗外 朝屋子里扔去一颗手榴弹 两名苏军早有预判 他们配合默契迅速将手榴弹扔出去 此时另一名德军正准备丢手榴弹 下一秒就被精准爆头 由于德军在人数上压制着苏军小队 中尉也不幸中枪倒地 纹身赶来的胡子也被乱枪打死 新兵舰队友纷纷倒下 不顾危险冲了出来 怎知刚露头就被藏在门外的伊朗一枪击毙 即便大势已去 可战斗民族的野性不可不量 刀疤用半瓶福特加给中尉疗伤 剩下半瓶给自己壮胆 喝了生命水的刀疤如战神附体 瞬间开启无敌模式 他领起重机枪疯狂嗓射 接连干掉数个德军 同时敌人的子弹打在身上 刀疤也毫不在意 这时一个德军拿起手榴弹从后面偷袭 受伤的中尉一把按住 手榴弹在两人之间爆炸 刀疤看到中尉牺牲 还没反应过来的他被伊朗上尉一枪爆头 这场惨烈的厮杀下 只剩红色幽灵和德军的伊朗上尉 几个回合后 人头马大的德军一拳撂倒红色幽灵 红色幽灵捡起镰刀完成反杀 当他准备起身时 却被一枪击倒而开枪的 正是那个磕掉牙装死的副官 人人惧怕的红色幽灵 阴差阳错死在他的手上 副官兴奋地仰天大笑 但是反转来的就是这么猝不及防 一声枪响 副官也阴声倒下 红色幽灵再一次出现 其实红色幽灵不是一个人 他代表的是苏联人民的战斗精神 是每一个保家卫国的勇士